今天咱们iOS16x4又发布了 去年iOS15x4就感觉就像昨天一样 现在16都已经x4了 那下面咱们就马上来说一下 都有哪些具体的变化 现在升级到iOS16x4之后 感受到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整个速度上的明显的提升 大家看咱们向下滑 比如说搜索一个Tesla 搜索什么 马上就可以找到 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像怎么向左滑向右滑 整体的反应都比之前要快很多 然后在锁屏的界面下 咱比如说按住 然后切换壁纸的时候也是 这家话非常的快 所以这次整体流畅度有了大幅度提升 我感觉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锁屏的界面 在这里面咱们按住之后 添加一个新的壁纸的时候 咱们随便来一个 比如说这个 然后这时候咱们看 现在咱有一个中文的翻译 翻译都做好了 这边写的是添加小主件 而之前咱们这没有我们家 那位的面容纹 按不了 总之这个是新增的 这一部分 原来这边是空空荡荡的 什么玩意没有 只有一个小的方块 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现在咱们苹果非常亲切的 添加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说明 所以我们点击之后 就可以添加这样的小主件了 既然说到壁纸了 咱们就直接进入到 咱们的壁纸的设置 进入设置 墙纸 这边咱们自定义 自定义之后 自定义当前的壁纸 这里面大家看 整个造型 整个UI发成了巨大的变化 之前只有这种图标 现在苹果非常亲切的添加了说明 原片颜色 渐变照片 这之前只有图标 咱们只有按了之后 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这边是配置 点击配置之后 我们才可以在这里选择颜色 而现在比如说渐变 这边直接又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加号 这就搞我吗 难道还有进一步 还可以进一步的操作 我们就咔嚓这么一样 这就非常的自然 比之前逻辑性要强了很多 这边异毒性模糊 这边我们要这样选择 现在大家看 这边直接以一个水滴形的UI图标 直接一点击之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可以把它变模糊 或者是把模糊关闭 整个非常清晰自然 这个改变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如果蓝色 再给它添加回来就比较好 现在蓝色给取消掉了 我们点击完成 然后之前Beta3里面英文 Change your wallpaper from the log3 现在终于翻译成了中文 从锁定屏幕更改墙纸 这边还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变化 大家看 大家看 Beta3里面自定 它的背景的白色的导角 有一点尴尬的感觉 不是说特别锋利 也不是说特别的远 就跟国祖5的导角一样 但是现在大家看 这个导角非常的果断 比阿瑟纳果断多了 叉叉一下子 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药丸的形状 这个是墙纸 然后咱们小组件 据说现在已经是开放了API 所以我们比如说添加一个闹钟 这时候咱们再回到界面的时候 现在没有Bug了 直接就会显示现在计制器它的时间 因为现在苹果开放了API 咱们比如说交了一个外卖 就可以在这边看到外卖到哪了 当然这一部分也需要软件的开发 进行同步的开发 下一个就是咱们的音乐了 音乐整个 我感觉这个是咱们这次iOS 16β4里面 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咱们大条的 刚变得非常粗了 非常的粗壮 这家伙 这一粗起来 这一握起来 不是 这一摸起来 更加的有手感了 就更好摸了 这粗的确实不一样 而咱们之前的11色色 我们家那位竟然没有在使用 Apple Music 进度条还有音量 都可以随意的来调节 另外比如说咱们在播放 我最近一直在听的 As part of the girls 这个歌曲 我感觉也是稍微 非常符合我个人的风格 跟人家非常喜欢这种风格 大家看 听说吗大家 非常适合 非常适合我来唱 总之咱们播放这样的一个音乐之后 咱们在大条上 大家看咱们在锁屏的界面 看到的界面 也是变得非常粗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调节的时候 也是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我感觉这个是咱们 iOS 16β4里面 最大的一个变化 日常生活中 整体用户感受提升 非常的明显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比如简单的信息 iMassage 1 我们都知道 iOS 16 现在发送一个信息之后 咱现在可以编辑了 我们随便再来发一个TES 发了之后按住 然后按编辑 我们就可以重新的 比如说发错了 我们就给它修改一下 TES 再发送 这是咱们iOS 16里面 新增的一个功能 但是现在 16β4里面 点击已编辑 我们就可以查看之前发错的内容 这门之前也是 大家吃饭了 熊矮子又放假了 悲剧了 升级之前发的 我们是看不了的 只有在升级之后 我们才可以看到 咱们之前发错的这些内容 下一个就是咱们的辅助功能 这个功能可能是因为苹果感觉 这个功能其实非常好用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他就把控制附近的设备 这个界面 这个菜单给它挪到外面了 原来它在哪里 在咱们辅助功能快捷键这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控制附近的设备 它现在在这边新增了一个 点击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蓝色的 控制附近的设备 附近的 比如说iPad Pro 2021 OK 这样之后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 让控制中心下来 咔嚓一下下来了 然后在这里点击三个点 我们又可以 比如说主屏幕 App切换器通通中心 控制中心 C-Array C-Array是叉叉叉叉叉 今天天气怎么样 目前局部多云 气温33度 哇 太那么热了 这个我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神奇的饮料 在冰镇水里面 倒上还要他妈他妈 给整的这个是五位子的水 然后一根的模样 没钱 因为太多了 嗯 盖子非常的完美 忘了跟大家说了 熊孩子放假了 我们来尝一下 这大热天来一个这个冰镇的神奇的饮料 非常的饮料 那干嘛呢 熊孩子画的 这是妈妈 爸爸 这是熊孩子 下面我们就来一下咱们最近的最新的 首先这位朋友说我家美丽的一针 一针最近好像是在拍vlog 大家可以取他的油管看一下 这位朋友上期视频点赞最多的 B站点赞最多的一个评论 叫做新片名婚姻边缘 这位朋友好像是对婚姻 人生阅历好像不是特别的够 其实这个不是婚姻边缘 其实是为了稳定婚姻 稳定这个家庭 大家没看出来吗 如果我总是在这个家里面 天天就是拍视频剪辑视频 这个女的本能上就会 对于这个男的 对于她的魅力 就会感受到大幅度下降 而我走到美女中间 经常去见美女 可能会激发她们的一些嫉妒心理 或者是竞争的心理 再加上我这个刷叼杂的脸 和这个独特的世界观 观看这个世界的这种视角 还有这种我坚定的决心 不会动摇的这种心 这样的话 这个女的就有一种危机感 我就感觉 我得对这个男的更好一点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反而会稳固 我现在这个婚姻 所以这位朋友又问了 说大耳朵能拍一期 纯美女模特的围绕了吗 为了稳定婚姻 我肯定要做这样的事情的 然后上期视频在海滩 大家可能是看到了很多的美女 就说非常感谢大耳朵 用生命拍摄的围绕 这位朋友叫做Kevin Sam Summer Summer 其实 有其说我是在用生命拍摄围绕 其实我是享受生命 Sparashi这位朋友 不好意思啊 这个名字我只认识Sparashi Sparashi这位朋友说了 熊孩子食量真的厉害 比我一个大人吃的还多的感觉 说实话我们也有点担心 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带着他运动 每天爬18层楼 然后跳100多个跳绳什么的 哎呀 我遇见了 我没给自己读买 所以我笠乱的 我认识 带她说 她和父子有什么 那都是这样子 那都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她跟他们吃了 那就是这种 那种 我们吃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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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 我认识 我讨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